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还听取了全省大鹏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情况汇报 传达学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就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做出部署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降水添加仪化工有限公司 321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时刻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 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继续加大煤矿和非煤矿山整治力度 推动各类炼油 化工企业防范安全风险措施 更加有利有效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切实抓好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强化忧患意识 紧密结合企业实际 努力使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更细 更实 更有针对性 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会议指出 我省大烹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 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继续开展深入细致的排查工作 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确保不留死角 要扎实做好 验收消耗工作 确保问题整改质量 要持续用力 加强跟踪监督 强化督察督导 建立长效机制 确保大烹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取得扎实成效 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气势增强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着力提高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要深入查找梳理问题 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 拉单挂账 逐项整改 逐项消耗 既要拿出当下改的举措 又要在源头上抓治理 从制度上堵漏洞 建立问题整改长效机制 要始终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持续加强作风建设 确保脱贫攻坚成果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会议指出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认真抓好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 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 做到思想认识到位 学习领会到位 贯彻执行到位 跟踪督导到位 切实用科学管用的制度 选好人 用好人 为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会议还审议了 关于加强市县年轻干部 优选优陪优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辽宁省优秀年轻干部队伍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9至2021年 和公务员管理相关制度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报道 3月28号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深化机构改革 有关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部工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秋发主持会议 省委副书记 周波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落实党中央 关于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 坚持把党政群机构改革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责任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提前完成了机构改革任务 省市县三级党政群机构组织体系 得到优化 职责关系进一步理顺 精简了机构编制 提升了行政效能 释放了改革红利 会议强调 要不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发挥改革整体效应 着力构建起运行顺畅 充满活力 另行禁止的工作体系 为补齐四个短板 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进一步做好机构改革 各项后续和收尾工作 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 巩固和扩大机构改革成果 要抓住深化机构改革机遇 进一步优化转变政府职能 结合放管府改革 进一步梳理明确 全责清单 体现简约便民高效要求 确保实现优化协同高效原则 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和执行力 着力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路 激发活力释放活力 努力使新机构展现新气象 新职能承载新担当 新班子新队伍实现新作为 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省领导刘焕新 李金科出席会议 本台报道 3月28日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在沈阳召开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要明确任务突出重点 聚焦振兴发展 距离英才兴寮 继续装好三年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 深入实施星辽英才计划 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做好人才团结引领和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人才引领振兴发展的作用 要发挥好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把责任落到位 把政策制定好 把机制运行活 形成推动人才工作的强大合力 把各项人才工作任务 抓深入 抓具体 抓扎实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会议审议了辽宁省优秀专家管理办法 辽宁省新辽英才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陆志源 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报道 2017年4月1号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沈阳大连引口三个片区 正式揭牌运行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实践 三个片区大胆闯 大胆市自主改 见证了一系列自贸首创时刻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止到2018年末 辽宁自贸试验区石油企业4万7000家 其中内资企业4万6000家 注册资本6438亿元 外商投资企业1300余家 累计实际使用外资36亿美元 三个片区均建立全责清单制度 行政审批管理目录制度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实现六十正合一企业办理相关证照的时间 由改革前的50天缩减至两天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实验区条例 去年10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明确了建立容错机制 构建服务保障改革等基本法律框架 省政府深化放案或改革 向三个片区下放首批133项省机管理权限 截至2018年末 国家总体方案中赋予辽宁自贸试验区的123项试验任务 已有113项落地 落地率达到91.8% 大连片区保税混矿监管创新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沈阳片区优化涉税事项办理程序 大连片区进净粮食简易全流程监管 营口片区集装箱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创新 列入国家第五批改革试点经验 营口片区以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列入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典型经验做法 沈阳片区国有企业内创业模式 和大连片区集装箱码头股权整合创新模式 冰山模式国有企业混改经验等国资国企改革案例 将作为创新实践案例 适时在全国借鉴推广 上个片区自主创造了45项改革创新经验 经过实践检验成效显著 已经以省政府名义发文分量向全省进行了推广 全面上线国际贸易待遇窗口 以自贸实验区为突破口 窒息推动国际贸易待遇窗口标准版建设 成为全国唯一实现货物申报 运输工具等7项主要业务覆盖率 均达到100%的省份 我省全力推动自贸实验区经验 向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 在全省选择19个经济开发区等 重点产业园区作为协同发展区 先行复制自贸实验区经验 下一步 三个片区将突出国资国企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 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等特色任务 积极探索改革开放新途径 继续以制度创新 锻造振兴发展新引擎 本台报道 丹东市扎实推进重实干强之行抓落实专项行动 在项目建设和招商隐私工作中 满善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和包袱企业包袱项目机制 同时积极协调推动项目集中开复工 为确保凤城市保新碳塑有限公司 年产4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级新建项目顺利复工 这些天 凤城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刘福刚 把企业的小会议室当做了第二个办公室 深入企业了解情况 我们现在这个厂房 这个设计都搞了 就差这个电没有具体落实 如果这个电这个供电方案具体落实 我们就可以开始早走进行施工了 像这块咱们能加快一点 因为你这个电容量非常非常大 我们跟您电业 我们的精心局已经跟你联系了 需要拉转线过来 转线过来有几个选择点 一个从炒口 一个从流略核 正在所建的单碳集团 包括新兴碳塑 宝山碳塑 和刚刚成立的宝新碳塑有限公司 集团所属公司生产的高功率 和超高功率石墨电机产品 主要被用作铸钢等电呼噜野链 和矿热炉非金属野链生产中的导电材料 2018年1月至10月 单碳集团所属公司 产品总产量达到42,700多吨 总产值同比增长162%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30% 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然而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 却遇到了困难 苦于我们以前的基础比较差 厂区也比较小 想扩散 想扩大规模 没有地方 我们心里是非常着急的 多次也跟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终于给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新建设的凤城市保新探数有限公司项目 总投资5亿元 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4万吨600几以上 超高功率石墨电机 项目一期的前期手续已经陆续完成 计划今年完成总投资额的50% 争取50%车间打产 我们从去年开始 为了这个项目就开始加速 操作园区的各种规划环平 预计在今年5月份能结束 只有我们这些基础设施打扰好了 这个企业才能快速上马 本台驻丹东记者报道 3月28号 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抗旱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我省各相关部门在收听收看会议后 对全省今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和 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去东今春 我省较往年同期相比降水偏少 随着大风天气逐渐增多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期 我省要求各地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门 从现在开始全部进入24小时临战状态 加强对重点区域巡防巡护力度 同时各地要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准备充足 完善各级应急部门森林草原火灾火险预警监测系统 信息指挥系统建设 确保一旦发现火情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扑灭 对于引发火灾的肇事者和相关责任人 要依法进行严厉惩处 受气象因素影响 今年我省气象水文年景可能总体偏差 防巡抗害形势也较为严峻 我省各地要尽早准备 加强汉情汛情分析评估 修订完善预案 在确保抗春汉保春耕 保障群众安全饮水的同时 做好水毁工程和应急度训工程抢修 为全省安全度训 打好坚实基础 本台报道 2018年4月 大连市复联的张媛媛 来到普兰殿区唐家房街道 担任驻村书记 在她的努力下 不到一年的时间 村路修了 水井有着落了 致富项目也有了新进展 大连市普兰殿区唐家房街道 双岭社区 是一个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 多年来 村民们一直以种植玉米为生 由于土质不适合 玉米生长 收成始终不好 自从张叔叔来了以后 他就想 这个村儿种什么都不涨 种部门 部门就干都 他不涨就怎么办 他就研究过来 研究过去说 种那个商品地挂 能赚钱 能给老百姓支付 就我们找了一份订单 客户都找好了 叫我们种 我们村 就按他的要求 种了300亩 老百姓这个系列就有盘头了 看能支付了 这个老百姓也高兴啊 唐家房街道 许家社区有一个果蔬合作社 主要发展樱桃草莓和葡萄种植 张元元帮助合作社对接大型超市和电商 去年 仅葡萄一项销售额就达到10万多元 今年 张元元又帮助合作社 争取到了4万元的乡村振兴 金国基地项目资金 正想扩大葡萄种植的时候 这笔资金就来了 由原先的50多亩增加到70多亩 这样能解决50多名的妇女的就业问题 经过多次沟通 张元元争取到了140万元的修路专项资金 去年10月 新路竣工 今年 张元元又把三条村路纳入了修建计划 另外 为了解决村民们吃水难问题 他正在筹备打新水井建提水战 我觉得苦点 累点 能让老百姓增加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切都值了 本台报道 1959年12月 冬季征兵开始了 焦发厂召开职工动员大会 号召青年报名应征 雷锋又是第一个报名 系列微视频你的样子 今天播发第十一集 执着 那燃烧着激情的钢铁工厂 那开满野花的老城墙 沸腾的时间场地 见证着你青春的歌声和笑容 1959年12月 冬季征兵开始了 焦发厂召开职工动员大会 号召青年报名应征 而那时许多年轻人是不愿意当兵的 他一定在此做公银 那时候是当人公银 很光荣 而是公银解决 那时候是对 一般的人都白去当兵的时候 各当工人 约34块5 到部队才6块钱 你一定猜到 第一个战旗发言 就是雷锋 雷锋在大会上 讲述了他的身世 这是他在北方的第一次讲述 他以前说了什么 但是不知道他这么惨 家里死了这么多人 哥哥要是弟弟妈妈都死了 在他死里逃生过来的 七岁的孩子能干啥呀 谁也要你呀 家家都不够吃 他要不要毛主席解放 来给他分了点地 他能当上工人 能当上徒来的手 能当上公务员 他不感谢毛主席 感谢共产党 有了他的救命 要不然他早就死了 真实在 没人知道 那一夜雷锋因为激动 而失眠的心情 他连夜写了决心书 第二天一大早 交给矿团围 他说我是党培育起来的 苦孩子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应该是 我去当兵报销祖国 打这个神经书役 等出以后 报纸是在悬框都有啊 这矿悬框在青年中 哄动很大 我爹说你多吃点饭 接下来我给你做点干的 就这么的 我爹说你给你做点小豆饭 那个硬扔证 你多吃点 他不就长分量了吗 雷锋说那行 我做事 在随后的体检中 雷锋的问题出现了 他体重49公斤 身高1米54 无疑是不符合 入伍条件要求的 失望至极的雷锋 在体检站教室黑板上 挥笔写道 我要参军 报位共产党毛主席 雷锋来咱家就那 心情就不好受了 我爹就哭了 大人就哭了 这孩子这么样当兵 这么个态度 怎么还不让他当 我奶说 你不行 你就起草 多给他整点饭 整点干 你多吃点 到那看 还够不是够事 我还雷锋说 差劳一劲 你我也吃不了 那些东西 雷锋不会就这么 放弃他的梦想的 他想做一件事 他就一定要做到底 经过两年多的升级建设 被誉为全省最美县级 新华书店的 宽店满足自制线 新华书店 3月28号重新开业 宽店县新华书店 坐落在宽店县繁华商业街上 这里有从全国600多家 出版社精选的 2万多种精品图书 还提供每周精读一本好书 每月举办一次读书沙龙 每月推荐好书单等建读服务 此外读者还能成为 建阅会员 把好书带回家里看 店内还设计了 咖啡吧 家庭餐桌等 满足家庭文化活动日 文化社交等 各种需求场景服务 让读者拥有 充满文化味的大客厅 宽店县新华书店是辽宁出版集团 打造大发行体系战略的第一家样板店 有2万多种精品图书 120多种满足风格的文创产品 今后 这样高颜值新华书店 将在全省加快布局 本台报道 我省将于4月1号至9月30号 集中开展守护消费 即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 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主要涉及房产销售 小贷金融 装置装修 旅游住宿等行业和领域 重点打击 未经消费者同意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等违法行为 3月30号 是全国人设系统第八届 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 连日来 省人社厅 以智慧人社智慧服务为主题 举行系列活动 深入乡村 宣传电子社保卡相关智慧服务 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新政策 省人社厅还将走进企业和校园 进行宣传活动 3月28号 由沈阳国际软件员和辽宁清创投资 共同运营管理的东北首家基金小镇 盛京基金小镇在沈阳成立 小镇将利用资本集聚效应 加速资本和产业创新有效融合 目前已有30余家基金公司及机构 达成入住意向 3月28号 助力脱贫公街2019年大列市希望工程 爱心助学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 大列希望工程向全市1950名贫困学生 发放助学金86.2万元 同时现场募集款务1138.6万元 4月10号起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新图优化高铁列车开行方案 新增开沈阳北至加木斯 大连北至齐齐哈尔 高速动车组列车各一队 丹东至庄河北 长春至白城动车组列车各一队 3月31号起 大连机场将执行 2019年夏秋季航班时刻 新航季大连机场新增 库尔勒 图鲁番等8个通航点 在国际航线方面 新增日本扎晃 北九州定期航线 预计州航班计划量将达到3519架次 同比增长11.4% 创历史新高 3月28号 美国飞虎队研究院 向东北航空历史纪念馆 捐赠211件二战时期文物及资料 包括美国飞虎队队员的军服 战斗机仪表 军用地图 军工章等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